歌琳多后书第十一章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莽 其实你们愿是宽容我的 我为你们起的奋恨 愿是神那样的奋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正结的同女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失去哪向基督所传順一清潔的心 就像蛇用鬼债有画了夏娃一样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 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另得一个福音 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但我想我一点不在哪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 我的知识却不粗俗 这是我们在凡事上 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我因为八百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就自居卑微 叫你们高声 这算是我犯罪吗? 我规附了别的教会 向他们取了公价来给你们效力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 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因我所缺乏的 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保足了 我向来凡事紧守 后来也必紧守 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 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 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 这有神知道 我现在所做的 后来还要做 为要断绝那些尋 和机会人的机会 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 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那等人是假使徒 行是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差役 若装作人意的差役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 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我再说 人不可把我看作鱼蟒的 终言如此 也要把我当作鱼蟒人接纳 叫我可以略略自夸 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 乃是将鱼蟒人放胆自夸 既有好些人憑着血气自夸 我也要自夸了 你们既是精明人 就能甘心忍耐鱼蟒人 假若有人强你们作奴博 或侵吞你们 或努力你们 或武慢你们 或打你们的脸 你们都能忍耐他 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 好在我们从前是软弱的 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 我说句鱼蟒话 我也勇敢 他们是希伯来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以色列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 我也是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说句狂话 我更是 我给他们多受奴苦 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 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 一走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道策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帝卿的危险 受牢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露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宗教会 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 那永远可清重之主耶稣的父神 知道我不说方 在大马士甲 阿里达王手下的提督 把手大马士甲成要捉拿我 我就从窗户中 在框子里 从城墙上被人聚下去 脱来了他的手